NBA季后赛出现意外插曲 原来有位穿着麦当劳叔叔配色的球迷 在比赛打到第三节时突然冲进球场闹事 但他迅速被球场的警卫扑倒在地 尽管有球迷闹事 但巫师队还是在主场扣着日本球员巴春蕾贡献了20分 以122比114拿下季后赛首胜 只是今年的NBA季后赛 球迷的脱续行为似乎比场上的比赛还抢眼 有球迷叫球员丢水瓶 也有球迷闯入球场闹事 男球迷忍了一年终于能回场边看NBA纪录赛 只是脱续行为已经让比赛失焦 球迷的速度不到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感谢观看 记得 了 两ぁ затем 。 ter 百